双局合体来到新竹市为柯建民站台 前总统府秘书长叶菊兰高雄市长陈菊 在短短的十几天内两度来到新竹市为柯建民站台 叶菊兰身为客家后援会总会长 也呼吁客家乡亲要集中选票为柯建民加油 柯总招面对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苦战 那么他也面对了前所未有的 那么大家对他不了解 不认识立法院运作的朋友们的挑战 那我们作为个人在立法院担任世界立法委员 那么也担任阿扁总统执政的时候的政务官 那么充分地了解 柯总招在民营党的承担 在立法院运作的时候 那么他运用他的认真 应用他的耐性 一方面要协调党妹 有共同的意见 二方面要让 不管是财大与小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吵小与大的时候的我们民进党 我们要跟对方折冲 有德 有所得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夜而渡 那一方面再度呼吁我们所有的客家乡亲 能够支持柯总招 陈菊在支持中也说到 他每天都要关心全国各地立委候选人的民调情况 看到习日战友柯建民选的艰辛 他也万分的不舍 因此在选战的最后 他和叶吉兰组成姐妹助选团 一起陪同柯建民 早接拜票 能不能顺利过关 全部需要靠新竹的乡亲的智慧 那我们认为 在新竹这场选战 非常严肃 必须集中选票 支持柯建民 否则在台湾最重要的国会改革的阶段 那民进党可能会落空 那我觉得对柯建民 二十几年来的努力 对法案的熟悉 对整个国会运作的一个 可以说相当的投入 这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今天我跟叶吉兰 我的姐妹 我们组成姐妹助选团 等一下陪同柯总召扫见 唯一的期待 请新竹的乡亲 集中选票 支持柯建民 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候选人也纷纷以车队方式扫接拜票 也在最后时间加紧冲刺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